天天养生 非常欢迎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林海峰老师 掌声有请 有请 好 欢迎林老师 林海峰 国际营养食疗大师 擅长合理饮食健康指导 倡导整体自然医学 被誉为自然之子 林老师 其实我很多朋友 最近都有一种病 就是脖子不舒服 医生大概说 看了一生说 颈椎都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现在大家都很普遍 都有这样一种颈椎的毛病 您别说 真是林老师 不光是人的朋友 可能我身边很多听到的声音 都是这里落枕 不舒服 对 而且我们包括是有一些 就是新闻上面 也经常爆出这样的信息来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带大家去认识一下 这个案例好不好 躺在病房里的湖北级梁女士 一提到毛衣就会激动的说 以后再打毛衣就剁手 为什么梁女士那么痛恨打毛衣呢 原来今年49岁的梁女士 平时没有其他爱好 就喜欢在空闲时打毛衣 不过 因为长时间的打毛衣 把自己打成了颈椎病 医生甚至担忧 梁女士的颈椎病 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下肢瘫痪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好 我们的颈椎呢 老师你看太可怕了 打个毛衣打出下肢瘫痪来 这个连带关系很复杂 任何一个疾病的发生都必须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病因 第二个叫做发病条件 在颈椎病这件事情上 我们以打毛衣为例 病因就是它的颈椎这里的肌肉组织 支撑自己的脑袋的这个肌肉组织 渐渐地失去了弹性 这是一个病因 而它打毛衣呢 导致长期这个脖子没有运动 这个肌肉越来越僵硬 这个打毛衣呢 就是发病条件 引发了这件事情 如果它的脖子很有弹性 就像一个小孩坐在那里 坐一整天 他也不会得颈椎病 因为它的脖子很有弹性 所谓颈椎病就是颈椎增生 颈椎压迫了血管 压迫了神经 导致脑部供血不足 或者四肢供血不足 如果继续压迫到重要的神经 就会导致所谓的下肢瘫痪 那么下肢瘫痪是个结果 不要被那个结果吓到 要去找那个病因 病因找出来了 结果就不会存在了 明白吗 所以医学上 只要你把病因改变了 或者发病条件改变了 疾病就会改变 就可能不存在 所以大多数人处理疾病 都去处理这个疾病的结果 而没有注意到 这个疾病的发生的条件 病因 只要去改变这个病因 就不同了 比如说 一个人长期坐着不动 他是不是一定就会得 腰椎颈椎方面的问题呢 不一定啊 有人天天坐在那里 他起来的时候 一样生龙佛弗啊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这中间有差别 这差别在哪里 在于肌肉 肌肉 对 我们讲颈椎也好 讲腰椎也好 其实背后要讲一下 那个肌肉 举个例子 腰椎突出 或者颈椎这个针身 那你先看 我们先看看 我们的颈是用来干嘛的 它本来就是可以用来弯曲的 所以你说它弯曲是个病 这不是很奇怪的吗 违反生理的条件 它本来就是可以用来弯曲的 你说它的弯曲是一种病 它的这种变形是一种病 它本来就是可以变形的 你的腰本来就是可以变形的 只不过有病的人 变过去之后变不回来 那就是真的很有问题了 那变不回来 显然不是因为这个颈椎腰椎的这种变 而是它变不回来是什么原因 是那个肌肉 它已经慢慢僵硬了 它没有这个弹性让它回来了 举个例子 你现在把脖子弯着看着前面的人 弯半个小时之后 我起来会好酸吧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肌肉在承担重量 所以半个小时之后 你就得颈椎病了 半个小时就可以 那当然了 你现在歪着脖子 看这个电视机 看半个小时 就真的成歪脖子了 你半个小时之后 你要回来 你会发现很难受的 为什么你的肌肉已经老化了 在这个过程 是肌肉的问题 OK 不是那个椎的问题 那个椎本来就是用来弯的 所以老师 很多人年纪轻轻的 就这个颈椎病 那个颈椎病 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有几类 第一个当然是缺乏活动 比如说他打毛线 他打一伙起来走走 看看周围 然后等火再打 就像你歪着脖子 脖子是可以用来歪的 但是你不要歪那么久 你歪一伙回来 回来等火你可以再歪 对不对 所以当一个人用 任何固定的知识 持续一段时间 所形成的肌肉负担 都可能导致肌肉的僵化 硬化而引发相关的疾病 也就是骨骼的问题 是由肌肉引起的 对 肌肉是用来帮助骨骼承担重量 但肌肉的蛋白质缺乏 蛋白质慢慢流失 你承担重量的这些橡皮筋 你看看那个锁拉桥 锁拉桥就是有这些锁 拉着 但这个锁开始松的时候 这个桥就要崩掉了 会晃 这个锁就是你的肌肉 一层一层 随着蛋白质的减少 这个肌肉开始弹性 越来越差 开始老化 这个时候弯过去 就不太容易弯回来了 怪不得很多上年纪的人 容易有颈椎问题 其实关键是 大家都在讲颈椎问题 药椎问题 却不讲肌肉问题 说到这里 我们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 好不好 大家如果颈椎不舒服 或者已经有颈椎病的 请举手我看一下 好多 不用他们举手 如果拿到我面前 我瞄一眼就知道 他肯定有颈椎病 是吗 真的 怎么看老师 凡是这里 超过一条以上皱纹的 百分之百是颈椎病 哇 人人你没有耶 老师看一下我 你没有 你没有 我有吗 我挺好 你将要形成 你将要形成 还没形成 说明你已经有一点 颈椎的问题了 我要注意肌肉问题了 你肯定已经开始会脑部有时候缺氧 大家现在互相看脖子了 脖子 一条纹 表示你正在形成 两条纹 那你肯定已经有颈椎病了 真的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这里出现纹表示什么 表示这块组织肌肉 已经缺乏了 它开始慢慢失去弹性 下沉了 形成皱纹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背部的肌肉也已经失去了 那个材料开始减少了 不够了 不够的时候 它的支撑力就下降了 这个时候你肯定有颈椎的问题了 我现在有闻 可是我没有反应啊 我没有颈椎痛啊 这算有病了吗 不是 颈椎不一定痛在这里 出现角膜炎 很可能也是在颈椎这里的问题 你耳聋 说不定也是颈椎这里的问题 你的记忆力下降 说不定跟你的脑袋一点没关系 也是颈椎的问题 你睡不着说不定也不是这里的问题 也是颈椎的问题 你可能头晕 你可能头痛 都跟头没关系 都是这里的问题 是因为它压迫神经吗 它压迫了老部的供血 压迫了压迫了这部分的神经 哇天啊 我们大家真的可以想一想 但刚才大家都议论纷纷的 一直在看对方的那个脖子 就发现 这个看到自己有横纹 或者看到对方有横纹的 举个手 被对方看到有两三条横纹的 都是 都往这里都看得到 那边还不积手 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 就说明我们的肌肉都已经有 对 肌肉的缺乏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食物中 肉类蛋白质 鱼肉豆蛋奶 这些蛋白质来源不够丰富 平时没有持续性的供应 随着年龄增加 丢失的大鱼供给的 所以就容易这样 对 尤其是女性 十个有八个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吃的那个肉太少了 都是什么鱼香肉丝 什么回锅肉 那么薄薄的一片两片 哪里够养活着整个身体 第二个事情 是因为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 尤其是缺乏活动 尤其是缺乏那种带着激情的 那种享受的活动 它的肌肉伸展速度就慢了 有些人可能想了 这是年轻人那要运动 你说我们现在上了年纪了 我怎么运动啊 对 有没有 就是说我还没有痛 上了年纪你可以活动啊 你不运动你可以活动啊 你看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我讲话的时候 全身都在动 你好忙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讲课 我做节目 做完我不会累 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做完了放松了 我已经顺便散步了 我下次做节目也要这样 如果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这样子做 等到做完节目的时候 我的肌肉已经僵硬了 所以就会得职业病 虽然很多职业病 它本来是可以不得的 但是它没有注意到这个职业 它应该同时进行相对的放松 那哪些职业的人容易有颈椎问题 那当然长期坐着站着不动的人都会有 白领啊 颤杆的警察 然后最多的就是银行女职员 天天都在那数钱 就重复性的做一个动作 打也去不了 就重复性动作的 对 僵硬 没有乐趣 然后枯燥 然后呢 这个带着压力 在那里做 那种肌肉消耗很厉害 但是最近有一种像 微性颈椎病 还有什么苹果颈椎病 对 没错没错没错 长期盯着电脑是最容易生颈椎病的 这是一个动作 对 其实我也玩电脑 我也玩手机 不过我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玩一会儿 我就会把手机放下来看看周围 然后再看 那你的肌肉就像橡皮筋 对 橡皮筋是这样的 你拉开 你只要弹回去 你就可以再拉开 再让它弹回去 是啊 可是如果你一直拉着 不弹回去 它会松掉 等你再放开的时候 它已经弹不回去了 对 这个就是肌肉 你的肌肉就是这个特点 你如果这样子弹回来 这样子弹回来 你可以一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动作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不弹回来 你等火未必弹得回来了 是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习惯 就是一个动作做太久了 那个肌肉弹不回去 所以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讲 所谓慢性疾病 就是一个看去不起眼的错误 持续累积造成的伤害 就会形成慢性疾病 那老师像颈椎病这种问题 如果一旦我们发现自己有闻了 像您的那个潜在的判断一样 或者是我们觉得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像这种情况 怎么办 第一个 食物当中一定要增加蛋白质 比如说每天吃一点猪脚 吃一点猪手 猪蹄 牛筋 这些各种各样的含蛋白质 含胶原蛋白的食物 包括猪脑 和鸡蛋 这些丰富的蛋白质 含有一点的脂肪 因为脂肪帮助你润滑 润滑 这些有关节的地方都需要润滑 记住有关节的地方一定要有油 没有油就会老化 那个油就来自于脂肪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对脂肪的看法 老师那么像中国人讲就以形补形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吃的特别有用 不会吧 压脖子 猪脖子 吃脖子 不管你是什么脖子 反正吃进去都是被分解成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糖类 都一样 吃进去 你不能吃猪肉 斩猪肉 你吃完它都是要被分解 所以当然这些都是好的蛋白质来源 像我们经常推广说 环豆保牛尾 或保猪尾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推荐给你新吃的 主要的一个 就补充蛋白质的 对对对 蛋白质 胶原蛋白 环豆本身也是蛋白质来源 然后猪尾巴 还有这个牛尾巴 这些都是蛋白质比较密集 又很容易消化 它跟猪肉不一样 猪肉因为是肉类 肉类要分解需要大量的酵素 它难度比较大 那么猪皮 它相对来讲 你在口腔咀嚼的过程 很容易就被分解成碎片 然后在消化过程 相对来讲 消化的速度也比较快 这个时候它的利用力比较高 那么还有就是增加一些类似深海鱼油 当然除了鱼油 任何的油都有好处 橄榄油 椰子油 猪油 你看欧洲人 尤其是地中海的人 他们很少有心血管疾病 他们就是每天都加橄榄油 他们吃橄榄油 你去欧洲会看到 每个餐桌都放一个橄榄油 免费的 所有的菜他都倒 吃了很多的橄榄油 所以你去看皮肤好的不得了 我在葡萄牙 西班牙 法国 每天都观察这些 差别太大 吃油 为什么会对我们的鸡肉有好处呢 我们的骨骼鸡肉都会增加润滑度 也就是说我们要吃这个油 让我们的骨骼 更有润滑度 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 你买猪肉的时候 你会发现猪肉 一拉起来 整个猪肉都是油 抓起来 有没有发现猪肉上面都是油 是的 很油 然后你会发现肉和肉之间又有油在那隔开 形成饱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以为那他是胖 不是不是 那是饱腹层 饱腹店 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猪的心脏 猪的脑袋 猪的肝 猪的腰猪的任何部分 外面都有一层膜 那层饱腹膜就是油 用来隔离所有有害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里也是这样 一样的 没有这层膜 我们马上就完了 你身上有脑膜 对不对 有眼角膜 对不对 有关节膜 对不对 有肠道的联膜 对不对 有子宫的联膜 对不对 有肝脏的联膜 有肺的联膜 有呼吸道的联膜 没有这些膜 我们的免疫系统立刻崩溃了 所以我们的肌肉要强健 也要有这些膜的包裹 其实我经常讲 懂得吃油的人 才是真正会残受的人 你看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机械 都必须有油才能够长期使用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要经常活动 如果你已经有颈椎病 这个活动对你有帮助 这个活动不是很好看 不过很多事情不好看 很好用 没办法 没关系 反正不好看 我躲着人练 这个动作呢 就是练缩头乌龟 缩头这样 老师好像很费力的样子 因为你要用力 用力把那个肌肉卡紧 然后打开的时候 血就会 你弄过那个水管有没有 有 你压住它的时候 它就会喷水出去 对 你这样压住 一打开水就直接冲到脑部 这个时候脑部供血就会增加 会晕吗 不会 不会 好舒服 基本上坐几下 你的颈椎痛的就不痛了 大家一起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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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一下 然后 放松的时候 这样 吸气 松松 就这么几下 肌肉只要血液上来了 它马上就得到氧气 它的修复就开始了 老师 可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人 他们会经常 像我家里 这个长辈 就会这样 站在那边 对 这也是我讲的 叫做动不动就动 你看我的手是属于 一直都是这样的 动不动就动 来来来 各位把手拿出来 来 老师这样 人家会觉得你 神经了吧 其实呢 人啊 就是因为不肯神经 所以经常变成神经病 其实快乐 是不正常的 太正常呢 慢慢就不正常 人家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好忙 所以我从观众到 当你手这么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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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的时候 手就会发麻 对不对 对 发麻代表什么 血液正在那里奔跑 所以我们要经常动 就对了 其实我们没办法经常什么 晨跑啦 健身啦 但是可以动不动就动 动不动就动 甩甩手 然后扭扭腰 然后呢 拍打拍打身体 简单地讲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玩具用 动不动把腿败到这里来 对 都可以 记住 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玩具就是自己 最好的运动就是玩自己 有些小婴儿 有些小婴儿 他们好像很小就会玩自己 对啊 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有这种个人爱好 你看所有的狗都是互相在那里玩来玩去 然后动不动就在那里弄来弄去 对啊 它是本人的自我调节方法 小孩子也是啊啊啊啊 然后没世界上都摸西摸 然后东拍西拍 这个就是 它其实是正常的 我们其实装模作样 其实才是神经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本性当中吗 当然在公众场合可能我们没办法 这就是我前集讲过 回到家里一定要乱来的原因 就在家里要尽量随随便便的 让自己所有的压力都示范掉 现在有一些企业的老板 他们九点十点会在办公室放音乐 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 对啊 就会有些人开始起来乱跳 对 其实最好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公司的职员 然后到了某个时间 站起来 然后互相开始打打闹闹 基本上几分钟之内 所有人都非常快乐 身体放松完就可以坐下来 人家会觉得这些公司 也太随便了吧 其实真的 社会正在变革 人们开始意识到 旧式的这种 一板一眼的工作方式 真是吹长人心 所以像Google公司啊什么 你知道Google公司是怎么样的 他们从楼上下来 经常是做这个滑滑梯下来的 就是每天你要想办法 把工作时间变成养生时间 随时把零零碎碎的时间 用来养生 生活才有了可靠 您刚才说了一个 这个很好的锻炼方法 和这种锻炼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一些 这个更有效的 什么伸展运动 我们现在经常提倡伸展运动 或者伸展腰 这个对我们的颈椎 有没有帮助 对颈椎和腰椎有帮助的 有几种动作 第一种就是睡觉的时候 每次睡的时候 把脚往那个船底 头往后面 把自己拉很长 对 就像拉长 有用力拉 拉到不能拉的为止 然后呢 再吸一口气松回来 每天拉那么几下 你的颈椎会好很多的 因为这个供血会改善 而且那个颈奔的那个地方 拉一拉呢 它的供血就会改变 松弛一下 对对对 然后呢 伸懒腰这样 其实我很喜欢伸懒腰 经常伸懒腰的人 也不容易得颈椎的问题 因为伸的这个过程 改善脑部的供血和供氧 我有一个动作 老师来教我们一下 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样 最后一下要这样的竖起来 这样 好 对 就一定要拉伸 他的脚要最后要垫起来 这样往上拉 就自己好高好高 对 这说不定把你拉高了 我已经够高了 很多愿力 会给一些颈椎病人做牵引 也是类似于这种原理 我很少见到牵引 能够真正改善 你已经牵什么 肌肉又不会因为你牵就变得增强 又不会就强化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 解决症状是没有用的 要解决问题 要解决根本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有很多人啊 花了大价钱去买那种 就护颈枕啊 就睡觉 然后枕住就觉得可能会对自己 静椎有帮助很多阿姨应该都会买过吧 或者听过这样的广告 保健枕啊 那种吧 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不大 不大 对 比一个丝毛巾都差多了 真的要去处理它 你就经常弄一个丝毛巾 挂在这个脖子上 不会得风湿哦 不会啊 记住 那个东西呢 是冰的 血就会过来 只要是低于体温的 血一过来 氧就过来 氧一过来 修复就开始了 简单的不得了 这个东西呢 试了才知道 你又听起来觉得说 各种各样的道理 很多的道理都不完整 事实才是完整 道理是不完整的 不是对还是错 是不完整 不完整听起来 似是而非 你去试一下就知道 那个丝毛巾 有很多人说 这样会带来湿气 对 开玩笑 你这皮肤会这么稀气的 如果这样会带来湿气 弄个毛巾会带来湿气 那你还要不要游泳 不要了 你待在水里 岂不是把水池都 水都吸完了 我又不是海绵 所以很多人说什么 零个乙会生病 零乙会生病 那游泳会不会生病 零乙还是零一点 游泳是泡在里面 所以这个都是 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你想一想 你泡在浴缸里面 不是等于找病吗 如果那个道理是对的 我泡热水就没事 不对的 实际上我们跟水 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身体对它熟得不得了 有无数套技术 是处理水的 你根本不用担心 身体这么弱 动不动就可以 一点水就让它生病 不可能 是你的恐惧 让它生病 下一天害怕 害怕让你生病的 所以下一天 我不用害怕 我就这样走就回家 我来之前 前几天玩的时候 玩了一高兴 我就自己一个人 穿着衣服 泡到水里 起来之后 我全身的衣服全湿了 我在一个整个下午 跟他们做 各种各样的培训 一直就挂着 这个湿衣服 挂在身上 也没有感冒 一直挂到它肝尾头 股头痛 人体量衣架 老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会打呼 有些人说 颈椎不好的人 会容易打呼 打呼是疲劳 任何一个疲劳的人 都会打呼 为什么会打呼 打呼就是 身体的本能 自律神经 主动加强吸氧功能 这样 你吸的时候 就会比平时用力 就吸得比较深 这个跟颈椎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你只要不疲劳 就不容易打呼 打呼 连我都会 如果我一疲劳我也会 我不疲劳就不会 好 那如果是颈椎有问题 会影响我们 呼吸的状况吗 当然会 我们谈论的颈椎有问题 就是谈论的是 你的肌肉有问题 你的生活方式有问题 不要去责怪颈椎 它是那个结果 它不是制造者 它是问题的制造者 所以还是要从 生活方式上去做 它是你的生活方式 制造出的结果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 就是缓解 进椎不是的方法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非常好 还好你提醒 不然我忘记掉 本来我不想讲 你讲嘛 关子卖的好大 对啊 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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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用啊 吃吗 不是 放在这里 这个不行老师 绝对有用 不可以 很多老年人会觉得 这样寒气入侵 我跟你讲 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实践 不要随便听 随便讲 讲营养 讲养生的人太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你用不着一辈子相信我 你相信我一阵子 就可以检查出来 好 那个冰块有一个特点 请问冰是冷的 还是热的 冷的啊 敷上去之后 脖子是冷的 还是热的 冷的啊 真的吗 我觉得很冰啊 等你把冰块撤掉 你会发现 凡是被冰块摸过的地方 灯火就会发热了 哦 促进血液的循环 你忘了冬天的时候 拿手搓血 搓完手是热的 当你把冰块 抹上去的结果是什么 抹完之后 那你不是冰吗 身体就会把血液掉过来 身体很智慧 你是在骗身体哦 我是在引导身体 我跟身体说 你们要派血过来 所以我把冰往那边一抹 身体就派血过来 暖这里 这里就变得有血 有血就有营养 有营养 这里就很快就修复了 哇哦 这个好特别的方法 如果你很怕冰怎么办呢 很简单 拿一个热毛巾跟一个冰块 冰块插过去之后 隔一会热毛巾插一下 冷热交替 然后再把冰块再插一下 再热毛巾插一下 有颈椎病的人都可以这么做吗 绝对 非常 非速的改善 真的 那没有颈椎病的可以预防吗 我这个快要 要预防这里的皱纹哦 对哦 女人我告诉你 只要你这里不展皱纹 你绝对年纪越大越性感 又防皱纹 又可以练颈椎 对不对 好 这个方法很好用 冰块和热毛巾 顺便那个冰块还可以敷敷脸 一样的效果 好 你知道不知道摔伤的人用的是什么 冰块 冰块代表什么 代表能够帮助受损的组织 加速修复 冰块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医疗设备 最有用的医疗设备 老师说到颈椎病和疼痛呢 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应对的方法 比如说像是 我有听说有人呢 就专门去练那个扭脖子的操 他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 很多老年人 他们都经常什么画米字操啊 然后用下巴去转圈圈啊 这些其实会不会也有起到一个缓解和帮助肌肉的那个拉伸的作用 有是有 但是呢其实肌肉是这个样子的 肌肉是是一个活的体 就是说他是在你 你比如说你长期坐着 你马上活动活动 这对你有好处 可是对于那些人来讲 他如果并没有坐着 他就在那里专门去活动 然后等到活动完累了以后 坐在那里不动了 其实这个时候他要动的 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活的东西你明白吗 他是要在你长期不动的时候要赶快加入一种活动 不管你这时候画米字还是画什么 反正这个时候你得动一动就会好 可是如果你并没有长期不动 你主动在那里一直弄呢 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帮助的 因为你你弄完之后 你等会不动的时候又忘记掉了 其实他要的就是动不动就动 他要的就是你持续疲劳之后要赶快动一动 这是关键点 至于你用什么方式动动的方法 各有各的门派了都不错了 方法不重要 方向比较重要 掌握这个节奏比较重要 那林老师有没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这个锻炼方法 您可以给我们省着我们以后锻炼还走入误区 颈椎来讲 有人放风筝说对颈椎好 这不算错误吧 放风筝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娱乐活动 因为它首先带来快乐 然后呢 它其实站着抬着 抬着抬久了 它其实也会弯下来 也不可能一直抬着 所以这个过程它会自动进行各种调节 这反而是好的是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说叫做一种治疗办法 就是说它也没有造成有害 它可能还有一点点某个阶段的好处吧 好 那还有一种问题 我自己不动 我让别人帮我动 就是帮你按摩啊 对啊 我甚至听到过有一些人就是 坐在那里 别人帮他按摩 按摩完之后 他就觉得他松坏了 还有一种人是自己来按摩的 就是那种过一下会儿就 卡卡 这样 卡卡 以前那个港片里面经常有人自己搬一个 这样子 去看看后面有没有美女 看看后面有没有美女 这样 这种方法很好的 这个可以 但是那个卡卡卡卡 那个呢也是有用的啦 只是不会起到治疗作用 这个会有治疗作用 好 他把这个锁松开了 尽量看后面 好 按摩呢是对症状有用 对你疼痛的症状 对不舒服有用 但是记住 你不会按出肌肉来 那个肌肉要有材料 记住 你不要用按摩来替代治疗 你不要用整脊来替代治疗 那是手段 手段是起之于说 我首先把该有的东西都有之后 剩下的按摩呢 是一个辅助作用 我一边吃蛋白质和脂肪 一边让人按摩 吃完蛋白质 吃完脂肪 首先要开始进行脖子的各种运动 把他的肌肉强化 刺激他展出新的肌肉 接着 才是说按摩按摩 这些技巧性的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能有用啦 但是你要看他用到什么程度 你要指望他把你治好 那你彻底治好 断根 断根 一定要有足够的肌肉 所以还是要练回肌肉来才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要经常活动 是的 动不动就动嘛 老师说的 对不对 所以电视机前 有很多叔叔阿姨 会出现这个脖子 就是颈椎的问题 疼痛的时候 经常会困惑 就想说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好 我去按摩啦 我去针灸啦 我就敷什么什么什么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其实要增加的是肌肉的 这个拉伸力 首先要增加肌肉 然后呢 是要增加主动的 进行自动的调节 很多人是过度了 没去缓解 然后呢 等到没有 没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在那里不停地按来按去 其实它是需要一个节奏的 就是这个橡皮筋 你拉紧的 要赶快拉回去 你现在不拉回去 你到下午六点钟再拉回去 这就不行了 它已经拉在这里 拉很久了 已经造成损伤了 所以最关键是 及时这两个字 及时 所以就是做长时间 做一个重复的动作的时候 或者是你不动的时候 就要想起来去动一动 就像一个人站久了 要坐下来 坐久了要站起来 弹久了要站起来 站起来久了要弹下去 这个就是叫做节奏 怪不得叫做人生在于运动 其实就是这个动 对 马上进入到 让您意志见脑的 金龙与海洋 与油条和油 赞助播出的 天天健康 天天有礼的环节当中 好 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老师 在旅游当中 有的人推荐一些 就是那个太象圈 带在脖子上的 请问老师 这可以治疗梗椎病吗 好 治疗症状跟治疗疾病 是不一样的 治疗症状 一个冰块也可以 让你马上就不痛 随便按一按 拍一拍 也可能不痛 这个躺下来 睡一觉 也可能不痛 治疗症状 只是代表 这一刻的 不舒服环节了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 如果它是治疗症状 它就是起这个作用 不会更大 至于说 治疗疾病的根本 记住 那个肌肉 一天不恢复弹性 它的那个阻值 很快就会塌下来 颈椎病 每天都在形成 请问老师 那个 我一个朋友 那个 他也有风湿病 也有颈椎病 所以有风湿病 你用那个冰块 去敷脖子 是不是会对风湿病 有影响 会不会刺激到 风湿病的人 将来要彻底治好 那个冰块将会扮演 极其重要的角色 是有好处的吗 对 我调理过很多很多的 分湿性的关节炎 实际上 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 这个冰块是我 非常重要的一个 要用的环节 冰块是帮助肌肉 放松的 所以 分湿病的人 他也是有 循环上的障碍的 所以他也要通过 冷热交替 来帮助血管的收缩 扩张 收缩扩张 加速血液循环 来锻炼 末梢组织的 这个供养人力 谢谢老师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林海峰老师 给我们带来 那么多的一些建议 也解释大家的 这个困惑 今天我们的五位 幸运观众朋友 您的号码 已经出现在 我们的屏幕上 您将会获得 由金龙鱼送出的 让您意志见脑的 金龙鱼海洋 游调和游一瓶 恭喜各位 好 我们再次感谢 今天来到现场的 观众朋友们 谢谢我们的 林海峰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